还有一件事就是 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前几天网上出了一款APP 就是应户付费 让主播陪自己聊天的 他居然推荐我去做这个 说这个挣钱很多呀 这个事把我解释一下 有一次是我一个朋友 在一块吃饭 说有这么一个平台APP嘛 挺火的 就问我有没有合适 我说我对向上这边 形象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我说他没事在家 就老爱翻个手机 刷个微博什么的 我说你能不能 就是说是让他去锻炼一下 跟人交际什么这方面嘛 我说那个东西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回家 我就随手跟他一说 当个主播呗 后来他很不乐意 我也再也没说啥 你们俩在一起 有快乐的时光吗 姑娘 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两年了 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想 我们之间 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的话 我真的想不起来 每次在生活里边 每一件小事 它都能让我 搞得特别不愉快 这怎么会呢 因为他这个人 嘴巴就很毒 自以为是开一些 很恶趣味的玩笑 小片里好像说过这事 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微博我刷微博 看到了一款 就是新出的吹风机 然后这个吹风机 当时介绍的时候是说 吹干头发又快 又不伤头发什么的 这个博主推货的时候就说 人家有一个男生 买这个吹风机 买了三个 给自己的妈妈一个 女朋友一个 女朋友妈妈一个 我就把这个截图 当时我也是无心 觉得撒撒娇吧 截图发给他 然后我说你看人家 别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呀 对 那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又不是你男朋友 对 然后呢 因为我怕他有经济压力 我就说 其实我也并不怎么 太喜欢这一个吹风机 我觉得它还挺贵的 那我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 我那也没说什么呀 对 你是买了 他当时跟我说 那人家这些人长得漂亮 人家用个好的吹风机 那你长那么丑 你还值得用个这个吗 用个便宜的不也一样 从小我不喜欢别人的男我比较 何况我是他的男朋友 然后他拿了别人男朋友来说我 我心里吧 多少就是不是那个滋味 我就想怼他一下的 他后来还补刀加了一句什么 说你让别人送你爱马仕的女孩 你自己手下得买得起香奈儿啊 那这句话我就实在是 心里就过不去了 你这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还配不上一个吹风机吗 这句话是我看那个朋友圈 朋友吐槽一个人 我正好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气嘛 我就会复制给粘贴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事 我就 这恋爱谈的 还有别的吗 我们的每一件小事 它都让我觉得特别不愉快 还有呢 说 前段时间我下楼梯 不小心踩空了 膝盖撞到了台阶上 当时膝盖都凹进去一块 我真是特别疼 我现在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我下楼买柚子的时候 踩空了 撞到台阶上了 挺疼的 那么你赶紧回来给我看一看 那你当时回了我就什么呀 我说这个季节冬天的柚子甜嘛 但是我那个时候怎么回事 我是在那搞策划方案 很着急要加班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出门 我记得他跟我说是脚磕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有事的话 肯定会很着急让我先回去 他知道我工作忙 然后我就 我也不能不回他 我只能就简单回了一去 结果就又弄得很僵 那么我告诉你 你主题是我下楼 把膝盖磕得挺严重 我很疼 你就问我柚子甜不甜 你只关心那个柚子吗 你关心过我吗 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看你的腿 有事的话 带你去医院吧 就是男生在不切时机的时候 去开一些 他认为很幽默的玩笑 但是女生完全是接受不到的 是这意思吧 我知道没什么恶意 你也不用把他放大地去 想他不关心你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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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